大家好,Trisha,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港澳時間4月15日凌晨 格拉斯哥流浪將在歐洲聯賽半準決賽次回合對陣布拉格 五賽前新聞發布會上 剛剛在東窗從早記鑽匡加盟到格拉斯哥流浪的艾朗·藍絲 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就有感而發了 艾朗·藍絲就說 《顯然在過去幾個星期內,球隊已經為我制定了一些計劃 目前一切都很順利 所以我希望可以在這場比賽中有所發揮 並且通過幫助球隊晉級下一輪來展示我的能力》 他繼續說,我感覺很好 過去幾年中我一直缺乏穩定性 我仍然可以打出像過往那樣的表現 這是沒什麼問題 只要令這個穩定性的節奏可以繼續下去 現在的賽程非常密集 希望我能夠在這些比賽中發揮重要作用 展示我的能力 我們去到歐洲聯賽的半準決賽 這個對我們來說是意義重大 我們有更進一步的機會 就我個人而言 我好想一直走下去 並且贏得最後的冠軍 這個都是我們球隊上下 以及所有球迷的共同期望 我來到這裏是為了贏球 有機會參加比賽 並展示我的能力 但最重要的是 想令我們繼續留在歐洲聯賽的比賽中 參加接下來的三場比賽 我們希望一直贏下去 喜歡這條片的話 就記得按LIKE 以及要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再Share 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eternity 然後看見了 又把玩意 觀看 台慮 放 麥 ización